比賽即將開始,請各位來賓就座 在此請各位來賓,請把手機關機破調至基因模式以免干擾比賽進行 同時,在此護理各位來賓,當變手正在發言時 請各位來賓盡量控制自己的掌聲,以免影響變手發言 在此,也特別提醒雙方教練除中場指示房間以外 教練團嚴禁在比賽進行過程中,對廠商變手進行任何有聲或無聲之提示 大會主席有權禁止或糾正任何干擾比賽之行為 必經提成,評審團有權扣除該隊伍之整體得分 此外,基於公民免得,廠商變手禁止使用及攜帶任何電子工具設備 若廠商變手有攜帶任何電子工具設備,請立即將該設備 教育場下教練團或智囊團保管,謝謝很多 各位來賓,大家好 首先歡迎大家出席由金英大學華文學會主辦 第九屆金英杯亞洲中學華語邊論公開賽 馬上進行的是本賽會歐組第一場的小組學團賽 我是這場比賽的大會主席,劉盈歡 坐在我左邊的是正反方的計時員經濟分員,劉盈秀與其賴親愛 歡迎大家 接下來,先讓我們來認識一下今天比賽的雙方變手 坐在我右邊的是正方的代表隊 馬來西亞學來的發生光華語中 一面陳佩欽同學 二面周仙同學 一面林鄭坤同學 四面林穎鈞同學 一面林穎鈞同學 歡迎你們 坐在我左邊的是反方代表隊 馬來西亞冰城中林穎鈞同學 一面劉盈忍同學 二面陳套哲同學 三面陳志正同學 四面劉子敬同學 歡迎你們 LM除了比賽超方 馬上給大家介紹的就是今天決定勝負的領魂人物 也就是本場比賽的大會評審 第一位 廖銘威先生 他是拉曼大學前面首 第二位 鄭天麗先生 他是全面單場最佳面首 亞太賽單場最佳面首 文科大學教練之一 第三位 林傳俊先生 他是前文科大學面首 結集教練 感謝各位評委 百分之中觸碰出席參與本次賽會 歡迎你們 本年度經驗酒採用的比賽制度為奧瑞剛新制 下來請允許我花一點時間給大家解說一些比賽制度 比賽上半度採用台灣奧瑞剛質詢式的賽制 即正方一變神論 反方二變質詢 反方一變神論 正方三變質詢 正方二變質詢 反方三變質詢 反方二變 significantly outlined 正方三变声论,反方一变质询,反方三变声论,正方二变质询 上半部质询答变环境结束以后 双方教练各有两分钟变授记忆的时间 给予变授最平常的指点 然后将马上进入下半部的自由面围环节 随后便是反方四变红结,再到正方四变陈词 比赛就宣告结束了 本次三位的平均过程将采用2010年全面的公开评审机制 相关的细则待会在平均前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 再次特别提醒双方变手 待会在限定发言时间剩下30秒时 大会将以一声灵响提示 当发言时间完毕时将以两声灵响提示 时间结束后变手需马上停止发言 好,马上开始今天的这场比赛 比赛的题目是正方 要面子活受罪 反方不要面子才受罪 我重复比赛题目是 正方死要面子活受罪 反方不要面子才受罪 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正方一变一步到讲台 您的声论时间为4分钟 即时将去云林开口 欢迎后开始进展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 要面子是建立在自尊性之上 并且是一件好事 但是过于要面子呢 不免会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抉择 从而使到自己活受罪 从古至今 人们都急于追求民不服事的名利 有的人为此而去逞强 不过环境的去达重点 平冲胖子 这就是死要面子 也有的人为了达到目的 为了追逐民利 不惜出卖一切 对万事都毫无在意 目的之上 只要达到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人就是所谓的不要面子 也就是无耻 两者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但是达到目的的这个手段呢 却大相径庭 反方同学需要注意的是 辩题中有个关键字 即财字 这个字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反方必须要认证的 不仅仅是不要脸才会受罪 还必须认证 死要面子 会受罪 对我方而言 我方只需要认证 死要面子 会受罪 便能得着 而受罪是指 只要某许多会为当事人或者他人 带来的第二个麻烦 便是受罪 我方有两大论点来认证 我方立场 第一 对个人层面来看 死要面子会促使当事人去宠强 结果势力不讨好 死要面子本身就是一种心理负担 这类人就是放不下身段 总以别人标准来要求自己 他们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地位 被他人超越 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展现自己的实力 展现不了住宠强 从中取得优越感 好比当年唐山大地震中国为了所谓大国形象 而拒绝接受外国援助 到头来 活受罪的是自己国家的百姓 即便把视野缩小 我们也能看到许多人为了展现自己的珠光宝气 结果都为卡奴 还在高筑 得不偿失 更有人为了确定自己在群体中的这个优越感 不知不觉变化 对了许多心思去流离他人的眼光 为自己处处设限 却不知道别人暗地里很讨厌他 还有一些人为了图有的虚名 付出了许多无谓的努力 却以自己的意志背道而驰 被灯红酒店的花花世界俘虏了 流于低俗 如此岂能不受罪呢 第二 从社会层面来看 没有变子的人 但是经常招而非议 甚至捅出大娄子带给身边的人不必要的麻烦 以前慈禧台湖为了举办六十大寿挪用海军经费 还有毛泽东为了超越列强而跑的全民大炼钢 这是为了追求表面风光而舍本矚目的例子 他们不但要承受娱乐的压力 还要为了这些不合理的请求 花费更多的心思去处理和平地这些乱象 由此可见 死要面子的人道徒来只会把其他人以及自己耍得团团转 当他们在待人处事都自认为自己强大的时候 这会使到身边的人也为了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而陪同他们一起受苦 即便这些死要面子的人没有掌握大宣 喜欢展现优越点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道徒来也只会招人暗中妒忌 鄙视 似乎又和他们的目标被道而舍了呢 我们总的来说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死案面子的人会去装 不懂装懂 而这个装一旦被戳破 他们就得不偿失 付出了实质的努力 却没有实质的回报 苦了自己也苦了别人 因此我还坚决认为 死要面子都要受罪 谢谢 谢谢盛放一遍 请您您进行反方二遍上台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好对方非常好 我刚想问一下就是一个人在被自愿性的情况下也是被逼的情况下 丢弃自己面子或者死要面子是一种受罪吗 被逼什么时候会被逼自己 好如果说我们讲说被逼杀人跟主动杀人是不是被逼杀人是受罪的 不是今天我们能够有自己权利做这个决定 而且今天能够选择死要面子还是不要面子 对方说我的意思是说是你自己被一个情况所逼去丢弃自己面子或死要面子它是一种受罪吗 死要面子是受罪的 死要面子受罪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死要面子受罪但是不要面子受罪那好 我们会分别再来 好我们是说一个人 我方会你把你的那边公平的比较在哪 好我们说一个人死要面子 想说一个人被逼的情况下有性面子或死要面子 我们想说那个人一单两点是不是受罪的 呃这个比较像我还发来是看不到的 请具体一点给一个面子 好我们讲说一个人被逼洗厕所一个主动洗厕所 是不是被逼洗厕所一定是受罪的 被逼洗厕所是受罪的 好没关系我们接下一个问题对方表 如果说我们的面子是以社会对我们所看到的角度 觉得那个是面子不就是面子吗 没有 呃自助身啊那些等等都是 呃对方也说的那个也是 也就是客观认为的就是面子吗 没有 嗯还有自己认为的也是 好点以上是这个方表 好我们讲受罪 难道是什么罪是以社会角度看到我们受罪了 那个才是罪吗 没有 就是会自己和他人赖必要的麻烦这个就是受罪啊 就是说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插在椅子上有线折痛有线折不痛 但是社会看到他是流血了 那个请问我们要依据什么平台来给人评价 哦所以社会的角度看到那么方便 所以今天我觉得痛的话就是受罪啊 但是如果说有线折碰有线折不痛 我们这个主办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标准不一样啊 啊我们只能以客观角度是不是 以客观角度看到你流血就是受罪方面是不是 不是啊今天 谢谢你反方而念 谢谢 所以你开口话以后开始记载 有请 谢绝大号 我方立场为不要面子才受罪 首先我想指出最让开到我犯下的共同错误 第一他告诉我们说死要面子是违背自己的医院所做出的事情 今天我们要告诉你的是 今天无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你是被迫去做那一件事情的 那你肯定会受罪 所以今天为了一个公平的平台上 我们探讨的是主动该任何医病告诉我们说 是能够自己决定的 所以就是以主动的方式来选择 你是死要面子或者是不要面子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任何被迫 我今天你 你今天本来是死要面子 我叫你去不要面子的话 你肯定会受罪 同样的不要面子 你为什么叫你死要面子同样你会受罪 所以今天我们探讨的是 以主观的方式 不是以主观 就是以主动的方式来选择 你要死要面子还是不要面子 好 根据一次来 面子指的是体面光彩表面上好看 社会认可与接纳的标准 和指导光荣的事情 死要面子指的是特别爱惜自己的颜面 无论去不具备社会探讨的条件 都要达到社会与自己认定的一个面子标准 不要面子指的是抛弃颜面 违反了社会共同体的理法徽章 甚至被道而知 不顾及社会标准 而受罪指的是受到指责 承受罪责和遭受折磨 今天双方探讨的 同样大臣为死要面子 或不要面子的行为和态度 使自己在群体社会中 受到指责和折磨 群体则是一个人在主动 而并非强迫的情况下 选择死要面子 或不要面子的态度和作为 接着 我方将会以以下两个问题来论证 不要面子承受罪 第一 人的性关系受损 受社会排斥 第二 无法实现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 根据苏州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说明 面子是人从社会成就 而拥有的身旺 是社会对人看得见的成就的意义 到了一种成论 面子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现象 这也代表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 不要面子的人违反了社会的道路标准 甚至不理会前引出了社会标准的底线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形象 且陷入了无意 在持续社会中特立不行 被周遭的人鄙视 被社会认可 不被社会认可和尊重 当他们陷入了困难或需要帮助时 社会也只会分视 无用给予任何精神或物理上的支持 他们无法获得社会资源 且人际关系严重受损 因为自己早已选择背弃了社会标准和弥法准者 打客比方 他们为一个学手做出通窃的行为 很显然的 自己的形象不再会被打折 而且社会也会以一个 视频的光来看待你 这不但会在社会上安逸立足 而且在自己提取帮助时 也得不到他人的支持 受外界培体 第二 无法自我实现 无法实现置身在社会中的价值 人或在群体社会的最终目标 是自我实现 以及体现个人在社会中的一个价值 在失去了社会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 无要命子的人难以实现在社会中的价值 发展也往往受到了阻碍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探讨 一个人在达至自我实现的阶段 首先又开始和生命的需要 安全需要 社交需要 尊重需要 命子是尊重的需求 是获得社会尊重的条件 无要命子的行为失去了社会机缘后 同时也失去了安全感 再说 无要命子的行为也抛弃了他人 可以自己尊重的一个行为 因此也失去了社会的资源 满足不了需求 从政治论中的尊重需要 安全需要 情感需要 在无法满足社交交际 与尊重需要的情况下 无要命子的人 无法自我实现在社会中的价值 谢谢 最后 欢欠时便要为 你要请求 再一个支持 请您留步 请就放在电上 才致许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主持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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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思的应该 你答了几个个故事 您方是告诉我们 今天被迫的情况 是要是不能够讨论的 谢谢 好 这点达成 恭喜我帮你 因为未来比我们主动了 那再请问一下 您方 您方认不认同 今天有7话潮 还有10话 这个说法 有7话潮 对了 知道 临方认同 那请问一下 假如我没有对那些事情 一个利益 没有期望 这样我完全没有得到他 我会有失望 所以对方没有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在社会 对方没有 对方没有期望 因为如果 他没有 他会有失望 好 所以 所以您方认不认同 今天当我没有期望 我是不会受伤的 所以 不要 这种完全没有 期望 他完全没有一个面子 对方没有 对方一直在逃遇我的问题 所以今天 对方 你没有直接回答 所以我们知道 今天一个人 他对外界的同行 没有期望的时候 他不是不会受伤的 那今天您方的观点 您方告诉我们今天 人际 被不要面子的人 他的人 尽管是被受伤的 对吗 是 他有情况 会造成所伤害吗 造成了 你完全没有社会资源 如果你是要帮助 社会是完全鄙视你完全 鄙视你完全 和你划清 那个界限 这根本是不到人家的帮助 那从前一个 不要面子的人 他不介意他 不受排解的时候 请问他 对他也 对他也 重重而是 不受 不介意 听我们告诉你 你是不要人家的那个 今天他把面子定为眼光 今天我们不是 不理会眼光 是 他不是不让眼光完全 被让儿子 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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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说 对他没有 这是你提出问题 对 所以对方没有 挺问题 所以今天一个人 他不要面子的话呢 他是不会在意别人 对他也没有伤害 他被他被人被他 就是不在意 对方是我的关系 他没有给他帮助 他如果没有给他帮助 他就怕他帮助 我去反向一个人就好了 所以人际关系 这点 不成立 再请教对方 你方说 会时间不了 个人家 对吗 是 请问如何 有多少时间不了 刚才我一定说 难道你有没有听我准备干吗 我们告诉你是 马上的需求疯刺理论 你不要面子 你放弃了安全 需要你爱 你放弃了 你放弃了 要放弃了 收一架 收一架 就是一个交际人 就是交际的一种 所以谁要跟这种 是 接着这个方便 下来有请正望二面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使交予已经太狗坏了 我开始转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在刚刚的环节当中呢 对方跟我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 选择使要面子还是不要面子 是有自己选择 不是被动选择的 还有刚刚对方也认同了 有期望再有失望 所以对方是承认了 不要面子的人是没有期望的 所以他不要面子的人是没有期望的 所以他不会有失望 因此 刚刚 的 呃 不要面子的人 他因为有 他没有期望的东西 所以他说有失望 所以就 没有 没有受罪 另外 刚刚人际关系的问题 对方有说到 呃 一个 不要面子的人 他的人际关系 会严重受损 可是 受损程度有多严重 对方也没有提出 呃 另外 如果人际关系 会有受损的话 呃 他会如何受损 他会被人家排挤 对方刚才有提到 他会被人家排挤 可是一个不要面子的人 是怎样的呢 他会拿自己的热脸去欠人家的屁股 人家不要理他 他去搞下一个就好了 就是说他人际关系 他受损程度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啦 另外 为什么 不要面子的人 会 不被社会认可呢 他没有去透强拐骗 那 为什么他 不会被社会认可呢 难道社会 不会去认可一个 呃 难道社会 会去排挤一个 呃 不要面子的人吗 所以 对方的第一个问题是无法成立的 另外 对方说 一个不要面子的人 是无法实现在社会上的价值 呃 在社会中的目标 敢对方说的 在社会中的目标 是要自我实现 然后 他说 一个不要面子的人 会失去社会资源 也就是会失去掉安全感 可是一个不要面子的人 如何失去安全感 对方也没有清楚的说明 而且 一个不要面子的人 是不会去 去理会大众的眼光的 当他不是理会大众的眼光的时候 当别人怎么排挤他 怎么说他 他也不会去在意的 不是吗 呃 呃 另外 不要面子 是一个呃 呃 为了打到房屋地 可以抛弃一切 呃 把一切东西都抛弃掉 包括别人对他的看法 而且 呃 也不会去顾及到社会标准的 所以 要实现的 呃 要实现的 呃 要有实现的 呃 呃 呃 又一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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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犯罪的时候 你做那些打打抢的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 就失去面子 是啊 所以那些事情犯罪就是不要面子 所以犯罪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受社会认可呢 可是对方 你不能说 呃 把犯罪跟不要面子的人扯在一起 但是犯罪是其中一种不要面子的行为 是不是呢 就是对方刚才说的 没关系 我们再看 今天你破坏别人家 一大小三的时候 是不是不要面子的行为 是 这个时候社会认可他呢 社会不认可 所以社会会会抬起他 对不对 社会不认可 什么不认可 就是不认可他 所以你会 你会 尽量别理他 是不是呢 所以尽量别理他 是不是很得到 呃 那一个小三得到帮助 所以他会受罪呢 他怎么得不到帮助 他还有 就是被人家抬起啊 对方不要拿到被抬起之后 还能得到帮助吗 他还可以自己 他真的不要脸的话 所以对方想要 骑下一个自力更生 鼓励中才出事 是 所以对方就是 没有设在一个群体 所以才可以他到出事 呃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呃 在一个群体中 自己自力更生 所以对方 你讲的自力更生 但是前提是 你已经没有面子 你是以不要面子的情况下来 自力更生的话 我方告诉你这是受罪 好 对方告诉我们 不在意所以你就不受罪是吗 对啊 所以今天我把刀插在你身上 你不在意的时候 你会不会感到受伤呢 他受伤 可是不是受罪 所以这个受伤 为什么受伤 为什么受伤 不是受罪呢 因为我已经认证到 连人际关系受损 你被人来排挤 你得罗包住的时候 为什么不受罪呢 他一条不在意 他不在意 他不在意就不受罪 今天我不在意 我考虑 那时候考虑的时候 还会被骂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被骂的呢 可是你不在意啊 你不在意难道你就没有被骂吗 对方我们来认证的是 今天你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把一把都拆一层层 你还是会受伤 是不是呢 我是会受伤 所以你会受伤 就是我们今天 就是这个受伤 就是客观的错误啊 所以今天这方面 你一定误会了 不理会 不在意不等于 谢谢 受伤之间 下来有请 反方二点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使将会与零开箱 白头开始计算 有请 好 首先 看起来从对方的咨询中 我脱出了三个总结 第一个总结就是说 我们是在想过去的情况下 我们是受罪了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 第二 我们的面子 是客观的角度看 就是我们社会看到的难言 第三 我们受罪 也是以客观角度看的 接着 我要进行访问 也就是说 对方之前告诉我们说 我发的那个死要不要面子 就是没有目标 但是我发的奇怪 我们死要面子 我们总有一个目标 才有死要面子的目标 对 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 没有目标 没有目标 让我们死 不要面子的时候 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目标 对方朋友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面子 是没有目标的 接着 接着 对方说 有期望跟失望 就有期望跟失望 就有期望就有失望 所以对方提了一个提倡一点 就是说 我们做人 只能成功 但是不许失败的这一切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成功的时候 我们都要受伤 是不是 但对方告诉我们说 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进行成功的时候 但是我们中间受到那个过程 一定是受罪的 因为对方告诉我们说 有期望一定有失望 接着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有成功的人 一定是成功的人 都称为受罪人士 这是对方的 之前提倡一点 而 对方告诉我们说 之前 对方一遍也说过 我一遍说过 他们的死要面子 最终会你自己的目标 被盗而起 但是我方就奇怪了 当你自己跟着你的 都要你进行前进的时候 有那个目标 怎么会一个被盗而起呢 当我们自己 跟着社会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有的目标 也就是要面子 那个面子 让你出去一个方向 怎么可能就一个被盗而起来 出现了 接着 我们说一个不要面子 跟死要面子的人 哪一个更能够突破自我 当然是死要面子的人 更能够突破自我 因为不要面子的人 他已经放弃自己面子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 这种东西 他已经是特别是失去了 那种向上的心 而死要面子的人 他有始终保持着 继续努力向上那种心态 他能够突破自我 这个时候这个干好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面子才是更受罪的 不要面子才是更受罪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对不对 好 请问对不对 死要面子 会不会被社会唾弃呢 死要面子 怎么会被社会唾弃呢 他今天死要面子 所以他太过激进了脸面 所以找社会唾弃难道 不是这样的吗 没有啊 你死要面子 你会有一个目标向前进 怎么会被人唾弃呢 对不对 今天放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他把死要面子等同于要面子 可是两个是一种极端的 再请问对不对 你说不要面子会招受会不认可 对吗 这个主编导提的 老师 招受会不认可 在失去社会的价值 对吗 招受不认可 在失去社会的价值 是的 所以 举个例子来好了 今天你很在意你的服装 然后你死要面子 可是你其实没有这个钱 去买这么名牌的服装 可是你就去借钱刷卡这些 然后当初来不是自己受罪吗 可是对方便有 如果说你把你的目标 你的社会眼光目标 是排在地底位的话 你迟到你 我要面子那个受得更多的时候 当然有一个奇象的奇象 所以对方便有 你现在是承认说 面子是这个 在意不在意别人对你的眼光 对吗 对方便有你的概念是讲说 我们一个人 讲说不能不突破自我 是个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 我们当初没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说我 是不是这方面 不是不是 今天我方所要说的是 死要面子 它是自己能力 达不到自己的这个事情 认同吗 自己是的 死要面子是自己能力达不到的事情 死要面子是自己能力达到的事情 但死要面子是自己能力达到的事情 所以能力达不到的事情 最后失败 难道不是一个受罪吗 如果说我们一个成功人的话 我们做超最能力的事情 我们那个死要面子 所以学习朋友还在偷换概念 这个死要面子 并不等于要面子 要面子是自己能力达到的 然后固执自己的脸面去做自己要做的事 而死要面子是自己能力达不到的 那请问这方面 您说这个受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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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有请正方三面博文 时间为三分钟 即使将会与您开火 欢迎从开时接下来 谢谢主席 各位好 那首先我们在理想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 对方实际上主要呢 他对方犯了两个咬杀 还有一个东西 对方也必须要去解释了 首先 对方指责我方说 这个不要脸的人啊 他们的动机是没有动机的 他们是不会向上向 不会去自我突破啊 这种东西 直接把不要面子 变成一种消极的状态 但是我们在开调的时候 已经交代清楚了 今天不管是死要面子 还是不要面子都好呢 他们都是想要去追求一些目标 追求一些努力 追求一些虚荣 而死要面子 不要面子呢 就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 这点心理方听进去 那再来 对方还看来一个说 对方偷换概念 首先他就把这个不要脸 不要脸 不是不要脸 是把这个死要面子的 我们的要面子给偷换掉了 他就告诉我们今天 哦 要面子是一个很光彩的东西 所以死要面子就是我们 不断的去追求 那个很光彩的东西 对方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这样的话 这个变体还有可变性吗 今天这个变体本身就是要认真 这两种极端 一个厚脸皮很厚的人 跟一个没有脸皮的人 这样子去比较何者的 那一个伤害更大 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去讨论的东西 而不是今天 哦 我今天 我的 在追求 不断的去追求我的 讨论目标啊 这不是死要面子的吗 还有对方 还偷换概念 对方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 要讨论的是客观的判断 今天就是一个人 他在选择死要面子 或者不要面子的时候呢 他本身的这个感受 是不是不能够做准的 必须要看社会 对他的那个 评价 所以对方的认论 建立在这点子上 他才会告诉我们 一个不要脸的人 他会被抬挤 但是 今天我们 不只不要看客观的 也要看主观的 所以我们无方才会提出 对于个人的社会场面 这两大论点 那对于主观来说呢 一个不要脸的人 都说他无耻的嘛 今天如果被抬挤 他就继续去装熟啊 装熟的人就是无耻的人啊 这点不法扶人啊 那是这样的话 请问他 他会抬挤 对他的者有什么伤害吗 他没有期望 自然就不会 他不在意自然就不会受伤 是其宜 那另外 对方又一直不敢去面 对方不敢去 跟我方讨论 这个社会诚意 就是这样 你刚才要讨论客观的 好 我来跟你讨论客观的 今天一个领导人 要是他是一个 死不要面子的人 不好意思 他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 这样是一个 很恐怖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方已经说了 他会 死要面子 他会追求一些能力 所达不到的东西 现在追求能力达不到的东西 就是去逞强啊 那一个领导人 如果他要去逞强 要住他的子民 全部一起跟着他去逞强 结果是这样 宰单 全民大炼杠 拿好铁去炼飞铁 这样的意思 那对方 今天能不能说 我们要讨论客观的 请问您方 还要面对一下社会层面 所以基于以上 我方已经能够给你论证到 今天 不管是从个人层面 还是社会层面 来看 死要面子的 伤害是更大的 而您方也必须要够论证 为什么死要面子 不会受罪 您方一直没有论证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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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留步 请返方一边上台试询 时间为2分钟 好 中文明你好 你好 首先解决客观问题 对方您有如何 看待我们在座的各位 每一个心理场面的反应呢 我不应该插到 他变点不关心 好 你先回答我那边 你如何去探讨 每一个人心理感受的是什么呢 自己感受 我们个人不知道 好 明显的 我们无法探讨一个人 自己心理到底是想什么 所以主观我们是哥哥 所以我们先给他讨论主观的感受 对吗 不是 今天你都告诉我们 我们无法去看到 别人的一个心理 我们无法看到 每一个人心理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今天告诉我 中文说话 有人觉得他很满足这个 他对他很想说的过程 有人觉得说他很痛苦 那么请问他是痛苦 还是享受呢 反正是享受 反正是享受 但是今天他就是要给那个钱 他就是要介意锁食 这个问题 明显的他完全不知道两个概念 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享受还是 另外一个人说他是受众 他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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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何达到所以系列队方便有成功 那我回应他 就把他达到 他达到所以系列队方便有成功 我的概念 第三个 你告诉我们说 主要意思是逞强 但是你告诉我们说是你主动 主动怎么逞强呢 是你主动可以处一个东西 你如何逞强呢 主动所以是我达不到的东西 那我就硬硬要去做 所以就说对了 你告诉我们说 我们本来达不到 但是你一直告诉我们说 达不到肯定是失败 如果今天 我知道说我今天 要么很大 我达不到 他超过了一段 有两种 也就是什么 最后 有请反方三变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使将会与您开准 开始计算 有请 我们先离情定义一下 死要面子是什么 死其实它是一种害度 它不是对方所谓的那种过分 它是一种坚持 怎么说 我死都要保护我的家人 难道我会过分保护我家人吗 不是的 我是一种坚持都要保护我的家人 不管我不是什么 我是一种坚持的心态来保护 我死了都要爱 我死了都要爱 难道是过分的爱吗 不是啊 我是坚持的做我爱 就是坚持的追求我所爱 好 今天对方没有告诉我们 应该他死要面子 所以他宠强 告诉我 我告诉大家 你不要说是宠强就难道 我们说的是 突破自我极限 怎么说 今天我一个运动员 他本来能够跑100米 但是后来他努力之后 他突破还有目标 便是跑了200米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 原本是很能力吃乱的事情 但是因为他努力 他坚持 所以他能够突破自我极限 所以对方便告诉我们 这是受罪 因为原本你达不到东西 你去追逐 但是我方告诉大家 就是这种追逐 才让我们人生有目标 再来对方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死要面子 他是留意别人的眼光 没错 他是留意别人的眼光 所以他才化妆出门 他才得到别人的冲赞 这时候 他的眼光 其实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社会认同的普遍观念 社会认同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坚持遵循 在这个社会价值的时候 对方告诉我们 我们很受罪 因为我们没有自由 我方实在不明白 当你不要面子的时候 就代表你完全不想不计这些东西 你出门不会化妆 你完全素颜出门之后 你吓到大家 然后说大家 就会抵视你 他就会排斥你 这个时候对方难道 难道要跟我们认识 这是不受罪吗 我方不明白 这些对方告诉我们 因为他出不卖一切 所以他会达到他手段的目的 但是我方告诉大家 当你死要面子的时候 一种坚持太多的向上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努力 都是一种正面的付出 但是不要面子 他是怎么的 他是为了一些目的 所以他与社会的道德价 他也是被道而驰 比如说我们今天 他为了钱 所以他 选择做些不要面子的事情 他去趁火打劫 他是去杀人帮火等等的 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要面子 因为他已经与社会观念被道而驰 当别人骂他的时候 他一定不在乎 但是他还是会做到 他还是要面对法律的选择 人们的舆论的选择 这个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他是受罪的 而不是对方所说 那个不在乎他就不受罪 再来对方告诉我们 他已经承认了 一定不在义吧 但是他不在义同时 他还是会受到这个社会的谴责 那对方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人际关系受损 很简单 因为今天当他 选择这个 与社会被导致 与世界对立的时候 他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的 别人抬起他 因为他担心会被他拖累 所以这个时候 当我的领导朋友 是一个作错师 或者说 所以不对的时候 被社会抬起 我当然不可以跟他站在一起 这时候我会被人家一起骂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 我方告诉大家 他的人际关系受损 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大家会怎么说 你就是做错事的人 你不要靠近我 我不想保险 我不想被你拖下水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说不要面子 他是在社会群体社会中 受灾而不是在往事后 我们要自力更生 其实自力更生 我们要建立在 有自己有面子的潜力 这样我们才能自力更生 当你不要面子 你没有面子的时候 你怎么自力更生呢 再来 最后对方朋友告诉我们的是 谢谢 谢谢 请您留步 请正方二月上海之主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 对方朋友好 我想请问一下 对方便有 死要面子的人际关系 也会受损 您同意这点吗 死要面子的人际关系 不会受损呢 但我追求我的面子的时候 我还是顾及到我 人际关系之设 我用我自己发法去追求 我不会伤害到其他人 对方您怎么能确定说 你怎么认证到 死要面子的人际关系 不会受损呢 这是应该您发认证了吧 当他 当他 为了展现自己 在群体之间 失踪 所以大家看好 他会成功在下 就是说他人际关系更好吗 对我这方面有 他为了一直 他一直宣料他自己 别人会讨厌他的 所以我在请问对方 你必须给我们认证 为什么你宣料 就会被人讨厌 不会被人喜欢 被人尊重 这个时候我用了 大家会看到我的眼神症 那种眼光上跑的时候 为什么对方会说 我们会讨厌他 会人际关系更好呢 并不是对方便有 当你想展示 自己在人群之中 你的优越感的时候 人家会在暗地里 人家在前面是奉承你 可是在暗地里 是讨厌你的对方便有 我再请问你 下个问题好了 呃现在 我们现在讨论社会前面 呃当 呃有毛泽东 为了超越列强 去拿拼拟拐 家里的东西 去练成钢 练成肺炎 那对方您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对方怎么说 这是死要面子的行为 就是一种他的努力 他想要做他自己 想要做他的事情 并不是对方便有 他为了去超越列强 他死要面子 去超越列强 但是对方想要面子这种光彩 社会认可之下 还叫面子 这个时候他超越的话 如果他是一个社会认可的事情 那他手段是被社会认可的话 我觉得这是不受罪的 并不是对方便有 为什么我会说 呃 毛泽东学名上一天 是一个 呃是一个 死要面子的行为呢 因为他尝试 要去达到一天等于二十天的 这个速度 他为了 呃就是 所以对方 可是做出来其实他不是要面子的行为 因为社会并没有认可他的这个行为 社会并没有说 你要做到这样子 还在有面子 我们社会是一种 呃有规范文明的社会的时候 对方便有你去告诉我 我们说 你做这些不好的事情 是一种面子的方式 还不明白 并不是对方便有 他就是为了在十五年里面 去超越英国的美国 谢谢这三个片 在进入短冰箱间的自由运动以前 下来将是两分钟的教练 接受记忆时间 在此提醒双方教练 在教练和声环节时 事故一时 马上开始自由运动环节 双方最额总计时 三分钟 先由正方发动公式 那现在请问对方便有此理 他后为了通关的亲戚 他的六学大众 而挪用军肺 而导致了 中二九章的失败 对方便有怎么看待 好对方我们来看看 他今天所办的宴会 他所开销前 是等同价值的时候 那是受罪吗 我方不了解 这下我想问对方 对方告诉我们说 今天不要面子 是不能突破 是能突破自我的 我想请问对方一下 我今天做的小波 我被通缉 那是突破自我吗 首先回答对方的问题 今天我做小偷的话 只要你这个不要面子都是一种手段 所以犯罪这种东西 两者都不能达到 不能讨论 那请问对方到底您怎么认证他们的价值是等同的事情 还有问题 不要面子的人不在乎社会以外 所以他不会去这里这么多事 他犯罪就很零索 拿来去听啊 我方已经说了 犯罪两者都会达到 所以对方没有做到比较性的平衡 再请问对方朋友 请在这边回答我方的一个问题 第三次追问 我方已经告诉你们 他们等同态止的时候叫做受罪 受罪必须是一个负面情况的 对方跟您搞听说的很明显 不要面子就是做出一些对社会违背社会的眼光啊 社会调整的 所以你告诉我 小偷不是不要面子也不是小面子 对方您是当事不是一个点点的好论 对方说了 今天要脸的不要脸都是手段 都有可能促使人去犯法 犯法不应该拿出讨论 所以对方在告诉我们今天 准备加入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 是一个平等的价值 我方明白的 所以今天实际上只是被给人一臭罪 再请教对方 请问 今天你知道这个 全民大链钢回收 有用的钢铁链背铁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当我们今天说面子是一个光彩社会认可的事情的时候 对方您说判斥我实在不明白 当我注意这些东西的时候 怎么去做这些不要面子的事情呢 这个犯罪是您方提出的 怎么又放到我方这里来呢 我想再次请问对方没有 今天那个毛泽东他大链铁的时候 他为了自己的面子来 从而使自己的国家变到更强势 可是最后打不到的时候 那个受损的这个程度不是很大吗 对方朋友你说他在练他的冰的时候 刚刚说他在练习冰的时候 他的冰是已经强大 直到他最后失败他失败他 最后没有面子 才因为他受罪了 对方朋友 其实面子是体面光彩的事 死要体面光彩的事 难道犯罪是死要体面光彩的事吗 今天所以是别人对给我们自己的一种评价 他不要一直告诉我们说 念冰练冰 其实我方并不是在说练冰 是在练钢铁 而今天他使到全国人民 将自己的钢铁 将自己的资金 放在这个事情身上 可是最后却没有达成 反而受罪的是人民自己 当然也是受罪 到现在还是被人家唾弃着 所以死要体面只是 会使人家受罪 请问他没有能够正面的回答一下 不要眼的人 是不是要把所有东西都放满了呢 今天他只是不在乎他的面子 他不再把他放弃其他东西 他只是不在乎社会眼光 是要做一些办法的事情 所以我通常认就是受罪 所以对方并有已经承认 他不在乎社会的眼光 所以不管社会怎么看待他 他自己是不会受罪的 因为他不在乎 所以请问对方并有 今天谁要提他 不过是人活不 有多么经济 有多么困难 他还是要坚持的 死坚持的 去三增高利 这个怎么看呢 对方今天他的逻辑是 或者说我们不要就等你不理会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地上有一下五十块 我不要在五十块 不代表我不理会他 我可以拿起来给公关区 我不代表我不要他 也是以为不代表我不理会他 所以对方你们的逻辑有问题 所以对方还是逃避我的问题 这些隋阳帝把十辈子的菜菜 一辈子花光 不是为了面子哪里的叫 这个时候他的面子 他得到光彩 被人家送账的时候 为什么他会受罪呢 他会受罪呢 对方被了见隋阳帝 是我们每年来托卖的暴君 民房不说他的光彩 真的很可笑 再请问对方 今天朝鲜他们建了一个 饭店就是为了要炒给新加坡 另外一间饭店就有放了三十年 昨天才军 前两年才军公民房 怎么看 对方便哦 如果说那个人 那个是想去有本事自己的话 先买自己的面子 那告诉我对方便 我哪里说真的 就是没有本事啊 他今天十辈子的钱 在一辈子里面用完了 那这事还是对方便 所说有本事吗 第三 第二次追问 对方便哦 今天朝鲜建立的那一位 为了自己的面子 而去跟韩国比较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国库 自己的资金全部 在没有能力之下 而去建立那个饭店的时候 这不是死呀 面子我受罪吗 这个时候对方 你要搞清楚的定义哦 受罪定义是收到折磨 这个时候对方 你告诉我你的折磨 现在也没有我们在谈 在这个朝鲜的饭店 他受到了人民 朝鲜的资金本来就不足 他还为了去跟韩国比拼 而建了这么高的人 他人民不是都 劳民伤财啊 对方便有 劳民伤财 所以我们才要积极突破 去换个人 来帮助我国家互家 这个时候有面子 因为能够积极的伤心 对方难道这个人 所以在上面有 这些朝鲜已经变成世界强国了 因为他为了这个 这个饭店 他又要赚很多钱 然后那些第一强国 是这样的意思吧 好我了解对方 今天他有很多例子 我想问一下对方 你们知道利勇的事情吗 对不对 他们要做这个奥运会 他们确实是很死 然后面子有挂很多钱 在这边 而是我想请问一下 他们最后 他们虽然也看表面上 是挂很多钱 最后他们获得的利益是什么 哇 好多外国旅客过来 他们的收入回来了 最后他们的名声也得到了 其他人也有很有本事 可以做出一个奥运会 所以你们今天 你们的例子是一样的 你们看他们表面 他确实是花了那个钱 可是你们没有看他们回收 他们也没有看出 他们确实得到为那个缸啊 还是得为他们的明星啊 还是或者是正所谓 我们的利益 他们得为这个 正所谓全世界的认可 你们没有谈 所以对方非要经 他们达成了一个公词 就是坚持 就是没有能力 我们还是坚持的 需要做这个东西 而对方非要所取出的奥运会 因为他肯定是之前 有这个开会小组啊什么 就是知道这个有回报 所以对方非要 这个例子不能想念 所以请问对方非要 今天你没有能力请客 而你为了炫耀自己 很有钱 然后去刷卡 刷报卡 然后挡着自己高台 进 能为卡 然后这样 难道不是一种受罪吗 对方没有 我们刚才已经讲的 他是一个主动 是他主动要这样做的 他觉得 他最后享受这个满足感 他受到朋友的 那种看好的时候 他其实不受罪了 还有在旁边也 其实不在意面子 不等于不受罪 你今天不在意一样东西 你是不在意别人也 哇 素子王 王业本的事情 他当时是以主动的方式 所以其实他内心是受了整合的 那你又怎么看呢 所以对方告诉我们今天主动的话 他就不会去在意 那临方的那个 不要面子的动机又是什么 所以主动这样 就是因为他为了把他一些目的 是他的手 不要面子的时候 我们才会说 他说出来对方 没有人会主动不要面子 好 接下来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没有期待 没有期望 就会有失望 所以对方你在提倡 没有期望的活着嘛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说 不要面子他会没有目标 他不去尊重 他不去理会社会 这个时候他活着 他等于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的时候 我们觉得他是受罪 因为他与世界对立 这个时候他被人家排体 他无法实践自我在这个群体 社会中的价值的时候 我方说他是受罪的 你没有告诉我们说 你个人有目标是 我们坚持做出操作 自己犯罪 事情的时候受罪了 不知道我们看一下 爱迪神爱的时候 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他一直坚持坚持 你告诉我说 他最有成功说 你怎么觉得那叫受罪 那方没有 那方没有告诉我们 死要面子是一个很强的行为 但是不是的 他今天主动要做这个事情 他的目标就是为了得到面子 而他等同的代价 那个只是他的游所复杂 最后会因为这些满足感 而得到他想要打到面子 他的目的是因为他要面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 他当他面子 他被社会认罪 他提了告诉他 他能时间做的 谢谢双方便手 你在进入最后一个总结实际的阶段 先请反方便宜 您的周边展开 您的总结时间为五分钟 即使将会与您开口发言后 开始接受 有请 好 谢谢主席大家 放文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对方一开始开稿的时候 给我方的公平平台在哪里 今天对方去指说这个材质 他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认证两方 他们认证一方 这点的时候很明显 看出对方公平平台 不存在的时候 对方到最后 说我方给他不公平平台 在什么地方呢 对方说今天 他们想要面子 可以突破自我 不要面子 也是要突破自我的 今天我们来想想一下 对方在开稿的时候 告诉我们什么 不要面子就是做 以社会对立的事情 我们也是想说 对于社会对立的事情的时候 对方告诉我们 不会不给他办法 那我想请问 以社会做对立的东西 又不可以办法 那是什么意思 对方有很矛盾 很明显 以社会对立就是做办法 比如小偷啦 小杀那些东西咯 所以这很明显 我们来评论一下 今天我做小偷 我做小杀 我怎样突破自我 而我突破自我 可以狗狗 对方我 而且很可笑 好 接下来 我们来搞清楚一种概念 就是今天受罪嘛 有可能有一个人认为 说我打针很痛 一个人认为 打针不痛 这样如果我们到底 要看打针痛不痛 我们不知道 因为如果你们跟听 你们方是探讨主 主欢的我 这我不需要讲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方探讨的时候 我们谈课管讲了讲 客人认为说打针痛不 那就是痛啊 这样是不是更加公平 更加明显 更加亮眼呢 很明显 是的吧 好 接下来对方告诉我们 不要面子等于不理会 社会眼光 好 这点我也很好笑 我刚才给的那个例子 就是在前地上 其实对方也没有很正面 去回答到 今天有一张石块在地上 我不要他 不代表我没有看到他 我不管他 我也没有拿起来 给公关部 所以今天不要跟不理会 这两点 对方也搞不清楚 对方要给我方 扣一个网子说 不要就是不理会 这点对方必须要搞清楚 对方界面不要再犯出错误 好 今天对方刚才很好笑 告诉我们说 有希望就有失望 所以对方告诉我们 他们只要面子 是有希望就会失望 那我想请问一下 不要面子 是没有一个期望的吗 我今天 我做小工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期望是得到钱啊 我也是有希望啊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做最练 你们就可以做最练 你们的公开平台又在哪里 好 接下来另外告诉我们 他们自己提到 好 我们不要一直去 拿我们的脸皮去贴人 叫做冷屁股 还是冷屁股等 脸皮等东西 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问一下 我受社会宣布人的 那种无视 那请问我走在这边 我跟那个人讲 hello 那个人也不管我 那我不受罪了 对方的逻辑再次出现问题 好 接下来 对方的调理面 又出现一个很可笑的问题 对方告诉我们 我们说西荣心 这三个字 他说我们西荣心 一旦被看破了我们的计谋 那我们就陪人服务人 又责病 我想要请问一下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被看破的时候 是因为你 那个死要面子失败 导致你没有面子了 说你才受折磨 就是受折磨 受罪啊 还是你因为你一开始 你死要面子就受罪了 所以今天对方很明显 他们所提出的那些例子 结果是他们死要面子失败 合不到面子了才受罪 所以今天很明显 对方提出什么 得不到面子 活受罪 所以对方今天 你们的探讨的方面 非常可笑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死要面子 这个定例 对方也搞得不清楚 死要面子 是很坚持听说 很坚持去得到尊重 这个情况之下 不一定是在我能力放得没外 也不一定说是 我会拿去炫耀 所以对方今天 我死要面子 也不像你们想象的 从哪去炫耀 所以你们的逻辑 真是很问题 你们是总的 直接把一个称 拐去一边 给我放到很不公平的 好 接下来 对方告诉我们刷卡 借钱买衣服 好 今天我花五千块 去买五千块的衣服 价值同样 同样啊 这个情况我会本 我没有会本 可是对方说 我今天花钱去买衣服 我受罪了 因为我死掉面子 花很多钱 我根本不了解这个题目 不是不了解这个题目 不了解你们的概念 我们投了个同代子 所以我受罪在哪里 好 接下来 我要说的就是 领袖死掉面子 好 我刚才已经提出了 Rio这个地方 他们做出这一个 我们的奥运的时候 对方给我们的一个例子 一个回答就是说 他们有去讨论 知道是不会被本财去做 那我想请问下 你们是否在 折骂 刚才你们所提出的 例子那些毛泽东等等 他们那些笨蛋昏军 没有去做好详细的台会 因为继续做这个责任 最老是他们的受罪 你们是否在扯坏他们呢 所以在情况之下 你们在这给我们 一个很不公平平台 他们是没有开会的 我们是有开会的 重点不过来 刚才讲他们有开会 我们没有开会的 是用你的平台有问题的 好 所以接下来 对方提出三个论点 第一个 我们逞强做一个事情 超越自己能力 我想讲的是 我们超越自己能力 所以我们是否给予自己的机会 是突破自我 是 而我今天 不要面子别说 突破自我 别说一个 逞强做一个事情 我连做一个机会 因为做一个事情都没有 那个机会都没有 因为社会排斥我了 好 所以接下来 我们跟我方议一点 我方议说了 不要面子才说 所以通过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 如果做出社会 违背社会的东西的时候 社会对我们的看法 就给这个人很坏 就是说我想托马 所以社会去排斥我 我在社会无法立足 第二点 对方文学们公道的马斯洛 就是我自己 无法去出现 我自我的特词 怎么说 我其实受到社会排斥了 我怎样在社会上说 我很厉害 我可以表现 我在这个机会 在这边给你们讲话 我不能 因为我已经没有面子 收你们的排斥了 这情况下 不要面子的菜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阮方思辨 最后一请正好思辨 一步中端展开 你的总结时间 同样为五分钟 即选将会与你开头发言后 开始计算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今天对方没有从头 从一开始的理论环节到解变为止 都是在偷换概念还有断言 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 今天一个面子是当社会给予我们的一个价值观来看 好我们今天我们看吧 社会给我们的那个面子 社会给我们的价值观 今天我们要知道不要面子跟死要面子两个定义 对方没有出现的问题 今天不要面子的人 他当他放下了面子 就是说他在追求任何东西的时候 他都不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了 为什么呢 当他放下面子 就是面子已经不重要的时候 我又何必要去管别人对我的看法呢 别人批评我 那是他的事 我再找别人就可以了 别人不喜欢我 没关系 我再找一个喜欢我的人为止 所以对于一个不要面子的人来讲 你批评他 他受罪又在哪里呢 这是我方看不到的 而当死要面子的人 他非常的注重别人对他的看法 这是主观 这是客观的 一个面子的那一个定义 可是当你在炫耀 今天我们懂 死要面子的人 他要的就是炫耀 因为在追求虚荣心的同时 他要的就是别人对他的认定 对他的认可 可是今天 当你在要为自己能力不及的时候 你继续的是逞强 是的 是像对阿贝尔说一样 坚持 坚持下去的是追求的时候 当你在追求这个过程 你又没有能力 这不是逞强啊 所以说对阿贝尔 从头到尾都不再听我方的论述 所以对阿贝尔 今天我再来看一下 对阿贝尔一直跟我们说 对阿贝尔 不要脸啊 是做小偷 今天我不要脸啊 我捅人家一刀 今天我不要脸啊 别人不肯给我一个肯定 别人唾弃了我 别人孤立了我 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今天在犯法的同时 你是一定会受到罪的 你是一定会因为自己犯的法 而接受那个惩罚的 对阿贝尔 把犯法的这个惩罚贴在了 不要脸子跟死要脸子身上 这样没有 您不是在断言吗 再来我想告诉对方的是 今天我们不只要谈客观 主观聊看 一个社会 对方没有 是不能够确定说 一个个人 所要追求的那个目标 是会跟社会相同方向 相同价值的 个人是自私的 而社会是全体的 今天这样没有 一次告诉我们说 社会啊 对于你 你会去追求社会所要的 那一个目标 可是 今天当你是一个坏人的时候 今天 或者是当你是一个好人的时候 社会对所定义的 代理跟价值所要的目的 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还硬硬要去跟着社会的时候 这个不就是没有了自己的定义吗 何来的主观跟客观啊 所以说我们连主观 不只是谈论客观 主观也应该去谈论 对方没有 告诉我们说 今天一耳打针 客观的人 社会会说是同的 可是今天 我是一个不怕打针的人 我不会说同 可是我想请问了 到最后 他说到那个同 还是一样会同的 所以主观跟客观来讲 是不一样的 而对方没有 今天一直跟我们说 要看客观 要看客观 因为主观不一样 可是今天 如果只看客观的话 主观对于个人来言 对于个人而言的话 就无法去论证了 而今天我方 主观和客观都有去论证的话 那我方的立场 不是能够成立的吗 再来 各位朋友 我告诉我们的两个论点 不要面子的人 无法获得很好的人机关系 也无法获得社会的价值 今天当你一个不要脸的人来讲 我热脸去添人家的冷皮肤 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 请问了 别人对我的价值定义又有什么呢 我只要达到我的目标就可以了 我只要站在前面 别人追到我 我满足了 别人不喜欢我 关我什么意思 只要我站在前面的话 别人追到我 这就是我的目标了 请问 别人对我的看法重要吗 很重要 因为我已经达到那一个目的了 隔间 只要面子的人不一样 他还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他还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他很在乎 他们会很羡慕我 这样子的话 他们打到了啊 可是在他打到炫耀的那一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那个能力去购买 打个地方说 iPhone 7 他们要当一个死掉店主的人 在没有这个钱财能力之下 他想要去买iPhone 7的时候 当他买到了 可是全部人都在用iPhone 7的时候 他打到那个目的的时候 别人他没有打到炫耀的目的的时候 他也是还会受罪的 所以说 都要被我今天一直在断言跟偷换概念的 所以说 今天死要面子呢 是坚持的同时还在逞强 都要被我不看逞强这一面 一直扣我帮帽子 所以说今天 我们要深入的探讨的是 死要面子还是为我受罪的 谢谢 谢谢这方子 YES 比赛正式结束 接下来的影片将会有两分钟的缓冲时间 来决定第一个内心三跳 以后 有请 我觉得这样比赛 本身有很多 双方都 是打准夹的双方的缘分针 然后 什么意思 一开始 其实我一开始 都在告诉我 直到自由变的时候 就正方才比较明显的告诉大家 没有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情况之所以会产生 是因为 呃 正方在一开始的时候 告诉大家 呃 死要面子会有很多 不必要的麻烦 然后会带给其他人麻烦 但是在你的入住过程当中 会带给其他人麻烦 那个地方是怎么见的 基本上你只告诉大家 他会带给自己 也没有必要的麻烦 然后 反方一开始的时候 常事告诉大家就是 呃 死要面子的人 比不要面子的人 有一个额外好处 什么好处 就是你死要面子的过后 那基本上 它可以让你很上进 然后 那基本上 那 可以让你去改变 可以让你去做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找到自我价值跟自我功能 到底是什么 然后 基本上 那如果你是不要面子的话 那你基本上你就会被独立 那我觉得从一开始 论点的设计 反方是比较容易听入 其实 反方讲的东西比较容易明白 好 正方对猜解 反方所讲的 那两个部分 其实在前面的 试询环节 过程当中 是不明显 然后 那也 没关系 然后 再往下看 双方其实在讨论东西是什么 双方其实在讨论东西就是 到底 什么东西 才叫受罪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双方都没有去 把这个部分讲好 什么样的情况 才叫受罪 就好 比如 方方所讲的 你不要面子 所以你 倾向于去犯罪 这样事情是不是叫受罪 我觉得 这样事情本身叫受罪 的那一个部分 是比较倾向于反方 但是 这个部分 是直到正方最后的时候 才有去反驳 它其实 不是叫于受罪 但基本上 如果他要 承受到 要代价 那种受罪是怎么无管 不是今天很好的 那个受罪 但是那个相关的其实 是很活弱 也是到后期 对啊 为什么这个比赛本身 它不太好 判得起来 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正方在 前面的过程里面 是没有办法 好好告诉我 为什么 活着比较受罪 就是死掉面子的人 最后受罪 但这个部分 比赛对我个人来 它逐渐转折 是在于自由缘 自由缘人里面 正方就不断 跑完反方问题 反方好像没有准备自由缘这样 然后就 不断的去回答对方 一些问题 然后回答得来 就本身乖乖一点 就好 比如 讨论一些 正方 强攻的一些 中国 古代的历史 还有跟朝鲜的一些历史 建坛的那些之类 我觉得 那部分 反方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因为反方 没有准备自己的自由缘战场 你们自己要触碰的东西什么 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 第一 反方是没有回应的 第二 回应的过程里面 是跟你们之前所讲的东西相关 懂吗 第三 比较严重的 在被爱打 也就是说 就这样不平均的状态 因为主要平均 不是你一个人都平均 站脸一次 这个叫平均 我表达的是 你站在过 你所讲的东西 跟你的队友是不是都搭 是不是可以搭配到 这个部分是正方在自由缘 比较有的优势 就要我们开了 如果谁上的 自己要吗 然后也有拿到 所以我觉得 他情况 那时候你就把比赛拖到最后 然后最后就在总结的部分 在总结的部分 正方相对清楚 我告诉大家 所谓的 竟然使要面词 跟不要面词 不是很巨大差别 就是你放下面词过后 为什么很多情况 对你而言 也都已经不太重要了 我觉得那一个部分 是正方同学 到最后 我会把印象表 先投给他其中一个语 因为放下面词本身 可以让你减少多少万麻烦 这个是正方认得到 反方对于不要面词 为什么才受罪 在你后期 包括你自己的论点的论述 在这边被挑战过 你们是没有先接回去的 我觉得你的论点还不错 但是你自己没有本身 你会去发挥 好比如你两个论点里面 有没有什么例子 是好比如像对方想要炒起来 好比如像对方想要炒起来 好比如像对方想要全民进铁钢 有没有相关的论子 是没有的 你没有的话 其实你要想把你的论点很好 去陈述出来 其实不可能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双方答辩都有待加强 因为我不懂你达成将 是你故意是要不让对方得逞 还是你不知道你达成将 基本上对你的伤害是比较大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我答我可以随意地打 其实在你任何答案里面 双方都是一样 你任何答案里面 如果你本身做不到攻击对方 那你至少佐证一下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时候 对我就是那个答辩 他觉得答辩只要我会答 那所谓的会答就是 只要我可以讲话 然后我只要能够扰弯对方 那基本上我就达成了我功能 那是不适合 你知道吗 你要想看怎样去配合对方 或者对方最想听的答案 然后你就赶赶给他 或者想看怎样再去网络 跟在先接那个东西 那个才是咨询所要看到的事情 我不是真的是打了好像没有打 打了我好像绑住不到你的队伍 他其实是在害着你的队伍 我不要打算 他从来没有讲绑住不到 你知道吗 比赛只会是有没有害到我 他不会是没有帮助 他肯定是有害 所以我觉得说嘛 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维瑞宝文印象比较同点正方 是因为正方在后期 比较统一跟比较能够攻击到 反方的那个讲法 虽然反方的讲法 是一开始我不要多接受 但是你们自己也没有補足那个论书 也没有帮你们类似几次 所以就把我印象比较同在正方 就这样 请坐吧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的印象比较也是 当然也是投给正方 我要讲一下就是 在这场比赛 我首先讲一些 为什么我会拖给正方 一些我比较在意的东西 首先第一点是 在正方的开稿的时候 他有一个设定 这个我怀疑反方 好像只有解编才听到 这个东西就是 反方要认证他的立场 必须要告诉我们 不要面子才受罪 也就是说还必须要完全 否定正方的论阵线 再确认自己受罪的 这条论阵线 才可以做到 其实这一个讲法 整场都听到两次 一个东西是在正方一变的时候讲 第二次是在反方四变结的时候讲 就这两次 所以我在意的地方就是 我到底多大多大程度 能够依赖这一个东西 来判定正方 你的这个 对这个论证的要求是合理的吗 反方你是不是接受了 这样子的论证要求 所以回到来就是 这是我在意的另一个点 然后对于我来讲 会觉得反方 为什么我可以对这个东西 毫无反应 是我非常 差异的一点 对我来讲 一听到这个 哇不要被人财受罪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道理来的 没有理由要求我吗 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 如果我是在场的变手 我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是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东西 会知道解便才处理 而且它处理的方式 是告诉评审的说 这个东西好像有点不太公平 但是对于我来讲 好像没有论证过 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合理 这样我到底是要接受 还是不接受 这个东西我是非常在意 所以我首先先提一下 接下来的东西 还是主要影响我判决的这个东西 因为首先 在你们的很多观念上面 跟定义上面的讲法 我认为你们都是停留在一层讲法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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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要面子的人 他会不会受罪 反方讲的是 我们其实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只好客观认定 他们会受罪 正方就是去讲说 不要面子 他就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 所以他不受罪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到底要怎么样判冰 你们在提这两种讲法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 不要从什么角度判冰 对方这个讲法 其实是怎样的 所以 我这个讲法其实是 比他深一层 或者是比他多一种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们很多的交通 包括这个到底 不要面子 是不是可以受罪的 然后 不要面子 还是死要面子 才可以向上 这个东西 还是人际关系 能不能受罪 我都觉得你们在 只是想要陈述自己 准备过的东西 你们没有尝试去化解 对方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 最根本的原因 我会认为是 出现在于 你们没有在 全市编辑上面 你们也有一个 大家明确的印象 到底 你要讲到什么程度 你才会赢 你到底要认证到什么程度 你才会赢 完全在整场里面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我一直 catch不到你们 想要做的事情 我会觉得很混乱 所以就是在这一点 在这一点 在这样子的 这个局面上面 我在意的 第二样东西 就是在自由编的时候 那个例子的交通上面 我要去听你们 怎么样去好好诠释 这个东西 首先在局势上面 正在反三的层次 过后 我基本上 我把优势是看给反方 因为在反方 提到一些 我觉得比较 棘手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 不要面子 可以突破 死要面子 可以突破自我 死要面子才会去 负集社会观念 等等的东西 如果你们坚守这个东西 去谈例子的话 我会觉得正方 可能很感应 但是当正方提到 这些隋阳地 朝鲜的酒店 毛泽东的炼钢的 这些例子的时候 反方却突然把它 全部接过来 然后去承认说 这其实是一种死要面子 因为按照你们 反三的层次 这些全部都不叫死要面子 这些叫做 这些可能有另外一种讲法 但是因为它违背了社会的接受度 所以它应该不叫死要面子 所以我不明白 你们在这个落差 你们这个落差 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然后倘若说你接受了这个正方的这个例子的话 然后我真的是觉得这三个一直很规划 大家都在活受罪当中 所以这个主要是促成我头 印象表面正方的问题 而我不许说 在这个地方有几点建议 比如说 比如说几点建议 比如说 第一当然是在架构设定上面 要去设想 或者顺便去告诉评审 你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基准去判 你们到底认为自己要落字到哪一个地步 才叫做你 然后去陈述说自己的标准 是合理的 自己的标准是可行的 这样子 否则的话 不清楚你们在厂商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另外第二点是注意到这厂 其实存在着很多预设的东西 比如说一开始 我在听一开始的盘问的时候 第一轮盘问的时候 我听到这个被迫 被逼 是不是一种受罪的这个逻辑 然后我并不明白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厂商 我觉得这是很多预设的东西 然后存在着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变成很多灵场上面的东西被浪贴了 比如说裁一个字的定义 本来可以是一个很坦白的交换的地方 然后 另外就是在裁这个字的这个工体上面 我觉得反方可能有一个概念是觉得 我只要陈述说对方不公平 不公平就可以反驳到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欠 有欠妥当的 当然是不公平是不足以论证论的东西 你要么这个是一个比较性变体 你告诉大家说你只要 你只要没有比较你就离职 你要么就是在定义上面去跟人家说 才才不是这样解释 才不是这样解释 你应该是这样这样解释 你当然是这样不公平 是没有那个效果 所以这点是 其实这几点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地方 所以就在那边给大家一点建议 就会让他这样的解释 谢谢 那我们要讲了 交代三续 就像前面两位讲 双方的都带一组 很混乱 所以 原来我们在设定架构 他一搞的时候 定义都不清晰 标准的不清晰 今天讨论范围的 设定的群色那些 你都 没有很清楚 在那边交代后 变成很多东西 好像可以谈 又好像不在你的范围里面谈 你要把它排除出去的时候 你没有告诉我 一开始你告诉我 只谈这个的话 那么阿提那个你不谈的时候 我可以接受 不理是一开始你没有告诉我 哪里可以谈哪里 不可以不谈 就双方很多交换 我觉得很 他都混乱在于 我不懂这个交通 我们必不必要 这是第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争议 到底是不是五位的争议 这会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观感上的疑问增长 从开变 开变利路到三变的环节结束 只有变开始不见 我都会处于这样子的混乱状态 就是 双方 很多东西 看起来好像又有攻击到对方 虽然攻击到不是很很致命 可是双方的反驳又好像又有回应到对方 可是又有反驳到很不到位 那我就基本上说 这样子的程度 我就说 太好了 双方表现就是互相上下了 那问题就在于 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回到去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因为经常遍体 它是自演不多 自演的不多 然后它又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玩 所以你在玩面题的时候 我总觉得 会有一种很多概念 那我交代判决 判决当然 是有变正方的公司 是一个 其中一个指挡我判正方的一个 我不认为它是 非常关键 可是也是影响很大的 我觉得最关键是 我觉得看了双方的内容过后 我觉得正方交代的东西 其实比较完整 我个人觉得 不懂 其中一个人 第一 正方在 呃 面题上 它给自己的空间满大 有志于 它很多东西 它都照弹 它讲啊 你要弹射 因为对我们看法还弹 它自己对自己看法 它也比较排除 它就讲了 你不弹 甚至看起来 正方弹得比较全面 反正弹得比较少 它没有讲 你弹得少了 不对 非常不对 它没有一直攻击你 它只是讲说 为什么你 看社会不看这个主观 你应该两个都看 它只能攻击到这一层 那你也没有坚持说 为什么我只要看客观 你虽然只有主编的时候 提提了一下 所以看起来 所以看起来 它好像什么都看 所以看起来 不要全面 这是不必辣 OK 第二 就是 今天的面题里面 有几个主体存在 在那里面 我个人是怀疑的 因为正方开的 那个点是很大胆 就是 个人要面子 可是他人也受罪 就是反方没有在挑战 不好意思啊 你发现你们正常的点 无论你是第一个点 正在谈 人际关系受到影响 或者是个人的价值 没有办法在 个人无法实现在社会中的价值 你都在谈你个人的利益 可是今天正方开的那个主题啊 就是别人也受罪的时候 它影响的那个利益 这边就很大了 所以你看那些君主啊 那些领导人啊 死要面子啊 那些人就受罪 他就丢了这样子的例子 变成你在这样子的一个 如果你只谈 就我们谈 那个要面子的人 跟不要面子的人 有没有受罪 你把它排除掉的话 可能 对于你在自由面去招架 他那些一大堆 国家领导人 君主 耗资耗费 耗用自己的君想去办寿业 然后 去建办练等等这样子的例子 可能你一盖就都不谈了 因为那个是别人受罪嘛 就有谈水受罪 遍体没有讲 没有讲到其实双方都有空间 只是你又没有挑战 那么我就假设它是没有 所以 乍听之下今天 正方听起来的东西是非常受罪的 然后可是双方又没有认真 那比如说我是受罪的 他只是告诉我 我这些坏处完了 然后 也很简单的交代说 可能会给自己的别人天哪 反正就算受罪了 然后 反正好像也没有太去反 我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然后 反正也认为 是蛮 负面的东西 蛮不对的东西 就算受罪了 那我就觉得 嗯 这样子哦 所以我不至于他们两位这么难判 我觉得是蛮很具判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 正方的优势是有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虽然不是非常到显著的那种事 我觉得 不会应该我难判 或者要好被投票的那种优势 我觉得正方是有优势的 可是如果正方如果你要在这个赛会走更远的话 你的进步空间就会很大 感谢评审们经历的言论 这时候马上有请各位评审同下 最后一轮的决选 马上为大家公布本场赛事的比赛结果 首先 第一轮冰箱票 正方三票 反方零票 第二轮决选票成绩如下 第一张投票 正方 第三张投票 正方 所以第二轮决选票 正方三票 反方零票 第三轮分输票成绩如下 第一张评分单 正方得分278分 反方得分280分 反方得一票 第二张评分单 正方得分311分 反方得分296分 正方得一票 第三张评分单 正方得分353分 反方得分314分 正方得一票 所以第三轮分输票 正方两票 反方一票 总结成绩 正方以8票比1票成绩 恭喜正方 最佳编手 对我们最佳编手 也希望今天落外 对我们再接再厉 和场比赛到此 正式告一告 谢谢大家的出席 正式告一告诺 谢谢大家的出席 也感谢大家 对第九届 第一位亚洲中学 欢迎对我们参加的支持 再会 请兵胜联络 谢谢